我现在是从凤凰城到墨西哥的大巴车 那里面上了从美国去墨西哥的大巴车 由于今天下午就到了 30多个小时吧还是40多个小时 看着外面风景 没有想到48个小时的大巴旅途竟然是人在窘途 有一点尴尬 然后CG刚刚下车过来 他说因为这个车电瓶出了点问题 然后他说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不能买 这是我们的司机 希望不要在这里等两个小时换车 这就很尴尬 现在在middle of the way 然后我们的大巴车呢 就这样坏了 希望能赶上我下一趟大巴车真的是 人在路途真是到处都是九族 然后你看他现在已经有这种标志了 poison snack 然后已经有毒蛇啊 蝎子 这边也是属于有一点点这种 红山加沙漠吧 嗯 嗯 怎么说 阿B的这种感觉 看美国人的老两口退休生活呢 就是 你看这么大岁数的老头都知道 给自己的老婆开个门 两个人 两个人就这样照顾着对方 然后一起road trip 这两个至起码看上去有70岁了 我们现在停到了第二站还是第三站 还是停在了一个麦当劳旁边 让我们吃了一些饭 这会儿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房车 本比原计划要晚了一个小时 我不知道 我的那个后面的大巴车能不能赶上 然后有什么具体的措施 因为问了司机他还没有给我答复 看吧 随于而安吧 反正出来就是这样的 对方的小时 对方的小时 这边是在小时 这边是在小时 这边是小时 这边是小时 那边是小时 那边是小时 这边是小时 这边是小时 有什么事 这边是小时 我们现在是小时 我现在已经到了小时 小时 然后 他这个 让我去跟那个 customer service 就是他们的这个 客户咨询 去问这个具体后面 因为延误了 我后面的这个大巴车没赶上 不知道要怎么办 然后呢 我现在进来了 但是没有人 我真的是无语了 因为 他们的大巴车延误 他跟我说只能安排到明天早上9点 然后 明天早上9点的话 那我又不知道要等到几点 才能坐那个去墨西哥的大巴车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出租车 然后我也不知道 因为要过那个边境来不来得及 我真的是醉死 但我还在迷茫的时候 然后路上问了一个人 然后 What's your name? Natalie Natalie Hi 然后她 她主动说要过来帮我 就是开车带我过境 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然后给她钱她也不要 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赶上我7点钟的这个车 Gory Hall 我真的是 我之后肯定要继续找他们理论 她现在把我放到这里了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 就好像这边就是过安检的路上 我现在奔跑 希望能赶上 我好头疼 这个就是Border 我就这样过来了 然后 她也没有要看证件 连护照都没拿出来 然后她说 你如果一定要盖章 一定要走到那边去 她说但是你回来盖也可以 她不强求 她说你回来之后 你盖出入境都可以 然后我说我可能不带这个关口出来 她说也是可以的 她说太累了 真的把我累死了 换个大上铺 还有一个问题 我忘了说了 就是刚刚出境的时候 她要了5毛钱的 5毛钱美金的这个 可能是过关费用 然后这个关口属于叫做 Downtown的Border 可以看很多人真的是上下班 就走这条路 现在已经入境墨西哥了 然后 我入了边境之后 打了个车25美金 现在去改我的大巴车 然后又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样子 不知道是每个地方的边境 是不是都是这样比较破破烂烂的 墨西哥这边 你需要自己过来这边打印那个票据 然后我现在在打印 国内后呢 我真的是离了大普 你知道吗 我赶急赶忙的赶到这儿来 她跟我说 我7点钟去墨西哥城的这个票已经没有了 然后她说因为就是我提前一周就订好了票 然后她跟我说 她竟然没有帮我保留位置 离了个大普 然后我现在临时决定去我要去的目的地 因为本来我也是要在中间下车 然后我打算再回到官网再去跟他们说 就是我没有赶上车 然后直接让他们退款这样 我今天有点累 一波三折四折五折 这会儿是泡了个酸辣粉 然后等着8点钟坐车去 我要去那个地方 我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钱刚刚也换了 汇率一般 但是因为确实需要一点点墨西哥币 然后这边厕所也开始要钱了 就是穷富差距大的国家 一看就能看出来 从一入境就能感觉到这个道路的这个坑坑哇哇 跟美国这个道路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能感受到人的热情就是 但是真的很少有人说英语 我说什么都听不懂的样子 今天她已经吃饱饭了 然后我在这个后车厅在等待 她在无数个好心人的帮助下 我的大巴车来了 我现在要放我的行李箱了 我现在已经上了大巴车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这辆车的情况 感觉还是挺宽敞的 这会天外面已经黑了 明天下午才能到 现在是凌晨一点半 我也不知道这个车到哪里了 刚刚在一个地方停了一会儿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十点多十一点了 然后估计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 有点累了 昨天晚上还好车上人不是很多 睡到还可以 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我发现这边的仙人掌已经变了 跟之前在美国的那个仙人掌不太一样了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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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ollow you I follow you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 然后终于舍得放我们下来吃饭了 我就跟着车上的另外一个阿姨 她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吃啥我饿死了 反正他们应该有饿了吧 我都没想到他们中间竟然不停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反正走着看吧 吃到我的第一顿饭了 然后她这个是烤鸡 我也不知道要了什么东西 花了70墨西哥币 她这有套这些看也看不懂 反正就是三明治啊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回到车上了 你看我中午午午餐 是不是看上去非常好吃 就是过了他们的高速收费了吧 好像是20多块钱人民币 现在是快五点半了 从昨天早上七点半到现在下午五点半 做了四十个小时 然后终于快到了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这个高速收费 这边下了大巴车呢 它的出租车你要在这里买票 然后到那边去乘坐那个出租车 那这样的话就还挺正规的 然后我现在就在等 所以多少还是要换一点钱 我现在已经坐上公交 呃坐上出租车了 然后大概是两公里左右呢 五十块钱当地货币 整个下来就是25人民币的样子 感觉刚才是这个户架 跟中国比起来其实也没有那么便宜 但是如果是拿的美金的话 还是很划算的 然后这个温度也是极其升高了 我都有点热了 这就是我的房间了 然后它是我的沙发祖 是跟它的妈妈跟弟弟住在一起 它这个房间还挺大的 他们家有一只小狗 我不知道在哪里 它家有一只狗 我的电话卡的事情呢 也弄好了 然后我去了墨西哥当地的ATA 不是ATT ATT 然后去 它帮我调了一下 不知道怎么调 它就调好了 现在我跟着 呃妹妹还有姐姐 还有他们的妈妈 现在去吃这个墨西哥的taco 就是墨西哥的国菜 吃完回去好好洗个澡 今天这一天就完美的结束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吃的这个taco 哇好多人啊 然后你看他们就是用的这种饼 ok so what is pastore pastore yeah what's inside pig pig 现在已经上来了 我还不知道我要了什么东西就已经上来了 哇 what is bistec it's goat 我一个taco吃到我现在一脸梦 然后这就是我的taco 然后它会配着黄瓜 我先让我试一下 好我现在要尝试了 我现在放了第一个酱 然后呢他们弄柠檬我也弄柠檬 嗯 嗯 好吃的 good 因为妹妹以前带着你上过班 然后这些小孩都在这边缠着他 好吃了绝了 所以taco其实 good good 其实 嗯 就是 呃不同的玉米饼里面 然后他卷了各种不同的料 他有些你看 这种类似kebab 然后呢 他有鸡肉的牛肉的猪肉的 呃 然后上面会撒一层这样的洋葱 然后配上他们的那种辣酱 然后这家店你看人非常非常火 这里面也坐满了人 吃饱喝足回家睡觉了